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在经过一周的反复谈判之后,占据东古塔东北部杜马的伊斯兰军,终于在俄罗斯方面的介入下,与叙利亚政府达成相关协议,愿意向后者投降。 伊斯兰军愿意向俄政府交还其扣留的全部人质,包括平民和政府军士兵、俄罗斯军事警察,很快将进入杜马,维持秩序同时保障伊斯兰军武装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。 不过,貌似续军不得进入杜马。 这两人分别为伊斯兰军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的Walidar和财政部长的Hopal Marmalir,伊斯兰军称这两人死于续军炮击,不过,也有消息称这两人死于暗杀。 伊斯兰军内部高层的矛盾有关,围绕市战市河以及究竟撤往哪里,伊斯兰军内部发生了巨大分歧。 根据此前的消息,伊斯兰军大部分,希望能够前往叙利亚东部。 但这跟旭政府发生了分歧,旭政府希望伊斯兰军能够像拉赫曼军团一样,前往旭北部伊德利普等地。部分原因可能是旭军希望将其集中在一起,以便于围攻。 目前,已经前往伊德利普的武装,分子还在被旭军和俄军轰炸,出现了部分伤亡。 不管怎么说,旭军即将把对大马士革最大的威胁清除,旭军主力已经前往其他地区作战,但旭内战还在进行。 北部的土耳其军队及其盟友是更强大的力量,更胡要说还在扩建基地的美军及其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。 此外,趁旭军主力集中在东谷塔之际,包括伊斯兰国武装在内的多陆武装分子,也开始了反攻。